嘿呀 我太宗爷爷退群了 这大唐的C位不在了 这群还有什么意思呀 大唐的C位不是在这儿吗 你妈是不香了 还是不配了 哼 族人非但不是唐朝的皇帝 手上还沾满李家的血 进了群还在那耀武扬威 我儿肯定是受不了才退的群 那要不您也退了 继续当太上皇 我呸 我要是走了 你还不反了天 仗着我孙子丑爱 没准连群主之位都给窜了 爷爷放心 不至于 但是看不到爸爸发飘 总感觉少了点什么 要不再拉个人进来 我也回了气氛 提了 杨贵妃通过我分享 群成员申请 已被管理员拒绝 太平公主通过武则天分享的二维码 进入群聊 这位就是历史上唯一的郑国公主吗 果然气度不凡 小哥哥 你长得也不错 有没有兴趣加入我的男团 公主 这位是带宗皇帝 sorry 皇帝见多了 还以为会来点不一样的烟火 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 算上我给他哥李红追风的皇位 我们一家子五个皇帝 围着他转的 太姑姑真厉害 一生就集齐了父母之爱 兄长之爱 丈夫之爱和朋友之爱 羡慕吧 哎呀 也没什么厉害的 低调低调 这还不厉害 千拜生傻白甜 爱人死后彻底黑化 投身政治步步为营 全世巅峰时 可以一手遮天 腰缠万贯 至最金迷 美男才女任其挑选 真不愧是 大唐 第一富婆呀 有常宁和安乐的 一个房姐一个白富美 我也不算有钱 妹你太谦虚了 神龙正变后 你十封五千户 唐龙正变后 增到一万户 在我朝啊 可是妥妥的福布斯前三呀 不愧是无事所生 简直就是活体玛丽苏 小说都不敢这么写 曾爷爷 其实我这个人 对钱没有兴趣的 赚点钱只是为求活命 呃 婉儿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三十不好 四十不复 五十临近 寻死路 没错 五十就临近死路 你以为都跟你爸似的 五十一岁在晋阳起兵 不出一年在长安称帝 开创百年基业 走向人生巅峰 是啊 被迫退休后晚景凄凉 连大明宫都无缘得见 轻时之名被儿子碾压 在最强盛的朝代 最美地位的开国之军 这人生巅峰 真是无人能及 阿妩 曾爷爷 我是说没钱才活不过五十 您激动什么呀 这么有钱 也没见你活过五十啊 我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 你的面具呢 你是不是认错人了 姑姑 我是三郎 李龙基 是你 你给我滚过来 你疯了吗 进群就打人 打你就打你 难道请李传锋先算好日子吗 这方面总感觉在哪儿见过 劝架 我有经验 要不我去 好家伙 上来就是干 不愧是我女儿 加油啊 但三郎从小就身手好 当年我命宫廷球队 跟土拨诗者比赛打马球 三郎亲自率队 以赐赢时 真是英姿萨萨 我压三郎影 哥 你忘了太平 是怎么将你儿子 从冒拉下龙椅的 单手能提人 咱妹可是妥妥的金刚芭比 稳赢好了 有空在这压住 还不赶紧劝架 这咋劝呢 太姑姑可是被我发刺死 我爸又杀了他的人 吐死他的子嗣 多半还毁了他两位驸马的坟 难怪要拼命了 我这就去联系专业务队 以防万一 陛下 够了 别打了 这样是打不死人的 这样是打不死人的 爸爸 我要顾打手 跟我拼一下梵力花和红府女 大家的时候归我 其他时间归你 我出一半钱 够一次吧 两个真冠时期的女英雄 火妖来干嘛 找李显拼去 她很需要 奶奶 您明知道她跟我有仇 怎么还拉她进去 何止跟您有仇 公主的第一任驸马薛少 不是被女皇扔进大牢里 活活饿死的吗 巧了 我哥的第一任妻子赵皇后 好像也是被咱妈饿死的 是啊 你除了刘皇后和窦德飞 还有崔乳人和唐乳人 都是被咱妈送上西天的 这也要攀比 这也要攀比 群里除了李玉和李晨 谁家三代直系亲属没被武则天清理过 他以为自己是喜结经转世吗 也不光曾奶奶 李晨也是 他逼死了我儿子李玉的亲孙女郭氏 是啊 我惹了好几劫 大刀都已经饥渴难耐了 唉 咱们唐朝群真是太难了 一个个的相互有血海深仇 却只能假装和平的聊天 白瞎了我大唐文质武功天下第一 艺术造诣空前绝后 根本切不进话题 我有一个贼成熟的建议 只要女人都退群 矛盾消失 就能随便开聊了 没有了女人还有什么看头 看你个大嘴猴拍我爸的马屁 还是看一群老头子互对 观众已经吐槽唐朝任何亲人了 就是 没有女人还算大唐群吗 这群名就有问题 太平公主将群名改为 大唐风华鹿 嗯 呃 李龙姬将群名改为 大唐一锅粥 爸爸真会取名 听到我都饿了 李龙姬 你骂谁是老朱使 姑姑你除了搞阴谋玩政变 还干过什么立国立民的正事 不觉得自己拉低了群的档次吗 放你 我铲除来俊臣 参与剿灭张氏兄弟和为后 两度匡府礼堂江山 难道对设计无异吗 松乃秋帝 早知道你后来声色全马 祸苦殃民 我求该听清醒的话 趁早去你狗命 清醒 谁啊 难道是某人的绯闻对象 那个差点要毒死我的 中书令崔石吗 还是 窦怀真 会犯这些无耻之徒 真是物以类聚 论无耻 李林府 杨国忠和安禄山 恐怕更胜一筹 您有火直接冲我来 老拿他撒什么气啊 女主干政都是你一开的好头 你就不说两句 是啊奶奶 后来有大批女粉 学您插手正式 连我的舞会妃都不守规矩 昨天昨地 真是害苦我了 唐朝皇帝 本来就是自由禁聘上岗 男的可以 女的可以 连不男不女的 不也差点可以 你数字出身 还有联论规矩 三郎在女性政治家的环绕下长大 难免有些心理阴影 是心理变态吧 不仅是我和婉儿 还有为皇后 安乐公主 就连杨贵妃和王皇后 都间接死在她手上 难怪我爸外号 大唐第一师奶杀手 真是名不虚传 大唐第一师奶杀手